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本港的最新情況 話說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 近日帶領了宣港團來香港 他今天見記者時被問及到 到底會否支持林鄭連任呢? 他的回應是說 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已經對未來的香港管治團隊 提出了五個善於的條件 他認為凡是符合要求的 就應當支持 另外有記者又問到 在過去一年有近九萬人離開香港 黃柳權的回應是說 不認同離開香港的人 是因為港區國安法的實施 對香港失去信心的說法 說到之前 首先要呼籲各位有 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謝謝大家的支持 到底中央是否會支持林鄭連任呢? 按照黃柳權的說法 就是港澳辦主任夏寶龍 在港區國安法一周年的研討會上 提出了 未來的香港管治團隊 要符合五個善於的條件 何謂五個善於呢? 包括了 是善於在自港實踐中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做立場堅定的愛國者 善於破解香港發展面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 做擔當作為的愛國者 善於為民眾辦實事 做為民愛民的愛國者 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 做有感召力的愛國者 以及善於理積盡責 做有責任心的愛國者 這就是所謂的五個善於 王柳權說 凡是符合要求的就應當支持 到底林鄭符不符合呢? 當然 現在中央未曾表態 但是我自己的看法就認為 其實林鄭連任的機會 看上去相當大 第一 現在已經到了21年8月 距離下一次行政長官選舉 大概是半年多一點的時間 由於今年年底就有個立法會選舉 故此 大家聚焦在特首選舉 就會在這個立法會選舉之後 但是現在似乎看上去 除了林鄭之外 那些所謂的潛在候選人 全部聲勢都相當弱 之前有人提出過 可能梁振英就想翻炎 但是在他和梁粉一輪炮轟 林鄭的房屋政策之後 似乎現在無以為計 HK01曾經放風 說上面有人勸了他這樣做 就說不利團結 另外 其他潛在黑馬 比如陳志思或者李小嘉 到現在都沒有什麼動靜 看來只有林鄭是相當積極的 第二 自從香港特區成立之後 都未試過有一任的行政長官 是可以做足做滿十年的任期 董建華就中途腳痛下台 接替他的曾任權 都是做了一屆半的 另外梁振英做五年就收檔了 如果林鄭做完這一屆之後 他又不再做 豈不是做極都沒有人做滿十年 而且如果林鄭不連任的話 就似乎在當權者的眼中 好像是向民意屈服了 因為在19年的時候 很多人都要求林鄭要下台 如果他下台的話 豈不是似乎順應示威者的要求 第三 就是林鄭現在已經遭到美國的制裁 故此他就無後顧之憂了 如果換了一個新人上台的時候 他會不會在執行某些硬任務的時候 比較碎身一些呢 力度是沒有那麼足 比如說 將來下一屆行政長官 很大機會就是要推動23條的立法 以及推動國安教育 或者其他硬任務 林鄭現在已經是家輕就熟 她也是經歷過這麼多政治風波 所以我認為 林鄭能夠連任的機會是比較大些的 但是其實 對於香港人來說 哪一個擔任行政長官 究竟是否那麼重要呢 相比以往來說 在國安法的大環境下 似乎 就算哪一個人上台做行政長官也好 分別也不會太大了 至於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 還被記者問及到 就說過去一年 有近9萬人離開了香港 黃柳權就說 有留意到相關的報道 他認為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和自由港 人口就是流進流出 特別在疫情下 有高高低低的變化是正常的 他就不認同 離開香港的人是因為港區國安法實施 對香港失去信心這個說法 離開香港的人 其實也不需要他認同些什麼 反正 到底現在這麼多人離開香港 前赴後繼 究竟真正原因是什麼 那些市民心知肚明就可以了 他說什麼都沒有所謂 最重要的就是 正如他所說 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和自由港 最重要就是秉持出入境自由 如果有些人是想離開的 你放他離開就可以了 至於離開的人是什麼原因 或者他有什麼說法 這些都不是很重要的 好了 接著 黃柳權還提及到 國安法實施之後 市民重新獲得安全寧靜的生活 法治原則得以彰顯 香港發展回到正軌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他又提及到 去年上半年和今年的香港經濟發展指標 都超出了市場的預期 香港的金融市場穩定 認為大家看問題的時候要客觀 好了 我們客觀點看看數據 比如說 香港的樓市 現在整體來說 都是反覆向上的 問題就是 這個情況 我們在今年年初的時候 都有說過 其實全球的樓市都在升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無限量寬 無限QE 不斷來印銀子的時候 當然 鈔票的價值就會貶值 資產價格 一定會出現一種 泡沫式的上漲 所以全球都會升 但是香港樓市的升幅 似乎 就比起 某些西方民主國家 他們的升幅是為之 低的 為之慢的 至於股市方面 就更加不用說 很多股民 都已經是蝕到 都不知道有什麼感覺了 尤其是當這個港股和美股的表現 一比較起來的時候 更加知道 那個分別是明顯的 但是 黃柳權提及到的那些數據 他說的就是所謂的經濟增長的指標 這些其實全世界都是上升的 沒有看到一個國家 尤其是經歷了去年的疫情大流行 因為很多城市都要封城 生產又停頓 今年的數據 比去年為之好 是很正常的事情 另外 香港青年總會 在今天舉行了青年分享會 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 致辭的時候說 中央是高度重視 港澳青年的成長 他還提到 中央已經出台了一些有利港澳居民的政策措施 他是鼓勵 港澳同胞要到大灣區發展 強調中央將會進一步提供一些有利的政策和保障 包括研究在深圳前海等地推出一些有吸引力的崗位 給香港的中醫師到當地的醫療機構工作等等 黃柳權說 看到有不少青年已經在大灣區折觸先登 闖出一片天 他認為要親身到大灣區就業 創業 才會知道中央的支持力度有多大 他就說到 大灣區的前景是一片光明 不重要 其實最重要的是 要高官都新鮮事著才行 一邊說就沒有說服力 怎樣能夠令市民被說服得到 就是高官的子女都安排到大灣區就業創業 這樣就有說服力了 這就是所謂的知行合一 但是到現在為止 都未曾看見任何一個高官或者前高官有這個安排 多數還是去外國留學 五眼聯盟的國家留學 尤其是不要說外國 說外國浪費氣 阿富汗也是外國來的 那些國家是沒有人去的 來來去去都是五眼聯盟國家 來讀書 有些不著業就留在當地工作 入籍也還有 大有人在 有些東西就叫做知義行慢 說是很容易的 實際真正去做 似乎是寥寥可數 好 接著我們又看看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說 大灣區是國家的重大發展策略 是香港未來發展的關鍵所在 他還說過去兩年 特區政府推出了大灣區青年創業資助計劃 和青年就業計劃 未來還會擴大青年交流和實習計劃 促進青年去到大灣區發展和交流 我也不明白 正如明報之前有一篇文章所說 這方面又說香港的人財和資金正在流失當中 這不僅是我說的 甚至乎 民建聯的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大博士 他也是這樣說 他也說擔心持續有這個移民潮出現的時候 就會令到人財和資金流失 以及會造成人口老化這個問題加劇 既然你也知道會有這個問題發生的時候 你現在是防患於未然 現在要吸引多些人才來香港 你不是的 你推多些人才去大灣區 那你完全是說不通 還有 你這些資助計劃 你是用香港的公帑貼錢給那些人 在大陸創業就業 這些事情哪裏說得通 對不對 你的公帑你不是用在自己的地方 你用在上面嗎 那你創造出來的經濟成果 就益在上面了 與其要資助就業 不如留些錢資助青年在本地就業 好過 益下他們加多些人工 好過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